看过一句话,人性是这世上最不经推敲的东西,和人性较劲,受伤的只能是自己。 确实,这个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就是人性。 小气与大方,怨怼与仁慈,憎恨与热爱,都可以并存在一个人心中,深不可测,又无法定义好坏。 但鬼谷子也曾提醒过我们,顺人性做事,逆人性做人。 人性纵然复杂,但真正的强者都懂得反过来利用人性的规则,达成自己的目标。 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条关于人性规则的思考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 一,谈利益比谈感情更容易成功。 长期以来,华人社会就是一个人情社会。 在大家的潜意识里,熟人好办事,不用花钱还省力。 所以,一遇到事情,就各种渠道找人脱关系,谈感情。 但生活中也有无数事实证明,成年人的世界里,谈利益比谈感情更容易成功。 作家大猫说过一个故事,因为工作需要,他想委托懂行的朋友帮忙做市场调研。 这对那位朋友来说,再拿手不过了。 结果朋友一听,不是这种推诿,就是那种借口,事情一直没有进展。 他苦恼了许久,回家后忍不住跟妻子吐槽。 结果妻子一句话点醒了他,人家帮你的理由,除了感情,还有什么? 大猫这才恍然大悟,当即给朋友打电话重新沟通,并主动谈起项目报酬。 最后事情完美解决,和朋友的关系也一直维持得很好。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,人无三分力,从不起五更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,遇到难处事,能用钱解决,就不要想着免费求人帮助。 强者谈利益,只有弱者才会揪住感情补防。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,其实很现实,就是财聚人散,财散人聚。 账目清楚,感情干净,才是最高明的处事方式。 二,谁提供情绪价值,谁就掌握了主动权。 这几年,情绪价值一直是网络上的高频词汇。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。 所以你会发现,有的人能力未必突出,却在人群中广结善缘。 有的人学历并非多么拔尖,但经常获得同事、领导的信任。 这是因为,情绪价值是会让人上瘾的。 你能否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能挖掘的人脉有多深, 你能争取的机会和好运有多少。 想起一位朋友,每次和他聊天就真是如暮春风,让人觉得非常舒服。 不管你与他说起什么话题,他都不会轻易打断,而是全部听完后再做回应。 有人找他询问意见,他也是认真倾听,然后先认可,肯定对方的想法,再真诚表达自己的意见。 所以,他在生活中非常受欢迎。 大家有时都乐意找他分享,一来二去,他也广结善缘,得到了很多资源和人脉支持。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不是所有的聊天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,为了寻求利益和帮助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大多数的关系与机会,都是从一场愉快的精神慰藉和共鸣开始。 所以,好好修炼说话的艺术,当你拥有让人忘却烦恼的高情绪价值,它就会成为你平不清云的助力。 三,明确你的原则和底线,构建自己的框架。 每个人都想在生活中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网络。 但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,以为姿态越低,越能得到他人真心的对待。 殊不知,人性有一个恶,就是欺软怕硬,拉高踩低。 你越是放低姿态,越是卑微,别人就越不会尊重你。 你越是表现了忍耐,越是讨好,他们就越会肆无忌惮地伤害你。 心理学家张德芬说,个体之间往往是彼此吞噬的关系。 如果你的脾气不够硬,就很容易被他人吞噬。 诚然,适当的谦卑可以帮助我们收获他人的好感。 但必要是,该强势就得强势,该拒绝就得拒绝。 如果你不释放自己的攻击性,永远只会被人当软柿子捏。 纵观生活中,那些伸手他人认可,拥有好人缘的人,哪一个不是敢于拒绝有自己原则和底线的人。 不要害怕会得罪人,在任何一段关系中,你的姿态决定了对方对你的态度。 无论和谁相处,不要把自己的姿态放太高,也不要表现得太过卑微。 活得有自己的底线和主张,才能保全自己,甚至可以反向拿捏对方。 四,懂得管住自己的嘴,说话说三分。 在生活中,有这样一种人,性子直,心眼大,在与人交往时,控制不住向他人掏心掏肺,将自己的秘密脱口而出。 这样的行为,或许能在社交中迅速帮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。 但在还未深入了解的情况下,对部署的人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,受伤是迟早的事。 编剧马威都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。 一个女生刚进入公司不久,就认识了一位好朋友,每天一起上下班,一起吃饭。 她对这位好朋友无话不谈,小到生活习惯,大到对公司领导的意见,她都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。 结果后来,因为业务竞争关系,两个人从好朋友变为对手,关系如同陌生人一般。 女生曾经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,也成了对方贬低她的武器和笑料。 曾广贤文里有一句话,逢人且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。 人与人之间,信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连熟人都会背叛,更何况不熟的。 无论何时,都要管住自己的嘴巴,特别是两个人都不熟的时候。 有时候说错话,比做错事后果要严重很多,得罪了人还不自知。 相处中,保留一定的神秘感,谨言慎行,才是人际交往的最佳法则。 五,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,不要轻易告诉任何人。 前一段时间,大学同学聚会,得知一个同学毕业后开始创业。 前不久已经拿到三轮投资,其中不乏国内知名投资机构。 但这位同学实在太低调了,直到这次一起吃饭,大家才知道了这件事。 有人就调侃他,你怎么这么低调? 也不发个朋友圈,好让大家伙帮你宣扬宣扬。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,不敢说呀, 事情没做成之前到处声张,会损耗能量,说着说着运气就跑完了。 如果仔细观察周围,你会发现,生活中很多人在做事之前喜欢到处宣扬,唯恐众人不知。 自己准备要考工考研了,找到一项很好的投资项目,要发展一项副业了。 但最后恰恰也正是这些大声嚷嚷的人一事无成。 为什么呢? 韩非子说,事以逆成,予以泄败。 任何一件事在没成功之前,一定不要到处宣扬,否则你的高调就是给自己挖坑。 一来是可能是遭到别人的嫉妒,而受到很多阻力和麻烦。 二来,计划泄露得越多,招惹来的竞争者就越多,成功的几率就越小了。 所以,真正的强者都懂得深藏不露,韬光养晦。 想要获得成功,只有表面无所谓,才能暗中有作为。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,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,而是理解人性。 很多时候,我们不缺能力,不缺经验,但缺的是一个醒悟的契机。 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五个规则,能帮助大家更好看清人性,理解人心。 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,希望我们都能不断完善自我,理性走好每一步,快速达到自己的目标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再见!